本土幣利大爆發 季隆之名的於是 砍載頂大受影響 生意是狂掉了七成 因為平常都是半夜的時候 在做交易嘛 凌晨2點鐘 本來是客人應該很多的時候 沒想到攤販比客人還要多 跟昔日熱鬧的景況 成了明顯的對比 以前呢 每個月的交易額 高達了台幣將近1億元 但現在呢 萊克樹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傳統市場呢 也紛紛祭出了修飾的公告 攤商的生意都大受影響 也叫苦連天 一整排攤位擺滿各種新鮮魚貨 一盤排海鮮擺在地上 應有盡有卻沒人來買 很難想像這裡是 北台灣最大的魚貨批發市場 凌晨2點進入砍載頂 依舊燈火通明 但攤商卻比客人還多 本來是最熱鬧的時段 如今卻空蕩蕩 和昔日仁山仁海的景況成明顯對比 就連轎車都能直接通過 本土疫情大爆發 民眾不敢出門 漁獲生意直線下滑 有台版足利支撐的砍栽頂 以往每日批發約12到15吋漁獲 交易額每月高達台幣約1億元 租金客量勝不到三分之一 差幾乘 沒了熱鬧的叫賣聲 只剩下大聲工提醒防疫規範 儘管大家都有遵守 白滿的新鮮魚貨卻還是賣不出去 探商只能聊天玩手機 不只砍栽頂受到疫情波及 基隆各個傳統市場 也紛紛祭出修飾公告 包括成功和南新市場 以及八斗子魚市 都暫停營業到5月底 疫情來勢洶洶 全國進入三級警戒 民眾人心惶惶 攤商更是叫苦連天 只怕疫情趕快過去 記者朱登榮 彭新美 基隆採訪報導 現在全國已經進入到的 第三級的警戒 所有人只要是外出 就必須要戴上口罩 但是雲林有一個阿貝 他把口罩拉下來 站在路邊吞雲吐霧再抽煙 被縣長張立善當場制止 被縣長制止 這老人家還鑽漏洞 他說他要把口罩挖一個孔 就當場被眾人給制止 假使再不聽勸的話就要開罰 另外還有按摩店也偷偷的營業 把鐵門拉下來 假裝說是關門了 但是裡面卻私自在接客人 警方是調閱了監視器 直接當場打臉業者 警方上門稽查 按摩店老闆娘偷偷營業 還有理由 可是我們鐵門是關下來的啊 對啊問題問題是 你這樣開的人還是可以進去啊 鐵門拉下不代表沒有營業 警方入內稽查 果然在裡面的小房間 床上發現正在護膚的女客人 你好有帶證件嗎 全國進入第三級警戒 所有娛樂八大行業 通通暫停營業 警方調閱大樓監視器 立刻戳破業者謊言 營造關店假象 偷偷皆客 最重可罰三十萬 另外外出戴口罩 雲林縣長張立善 一早到虎尾菜市場視察 小吃店前 一名阿伯 眾人面前突然拉下口罩 咬吞雲吐悟 立刻被制止 阿伯不顧眾人勸說 還想偷偷闖關 把煙塞進口罩裡 被張立善強硬制止 加持旅券不聽 要罰三千到一萬五 不想他荷包過不去 口罩乖乖掛上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這兩萬兵黃香富彭新 雲林報導 玉山國家公園 八通關的杜鵌營地 在十六號發生的森林大火 這一燒燒了五天 面積有五十二公頃 現在都還沒撲滅 領館處調查 是五名登山客 吹煮不慎起火釀貨 帶隊的登山頂隊 就是NCC的專員 喬建中 他本人也在臉書留言坦誠 他是踢倒了瓦斯爐 導致起火 除了會被森林法送辦之外 還要向他追討賠償 熊熊大火燃燒林木 大片森林狂燒 消防員也不敢靠近 繽紛六路 每隊間隔五十公尺 合力開設防火線 在杜鵌營地 現在火是還在持續的燒 大火連燒五天 就是滅不了 因為十六號有五名登山客 在超過三千公尺的 杜鵌營地 紮營生火 警方查出登山領隊 居然是NCC專門委員 喬建中 他在臉書留言坦誠 十六號清晨為了點火 準備早餐 不小心踢倒瓦斯爐火 但是大火燃燒兩小時後 他才報案 我們估計從阿里山走到這邊要三天的時間 森林大火燃燒範圍超過五十二公頃 喬建中說 他是登山隊領隊沒有不準備討論這件事 很多情況超乎他的經驗範圍 最大期待降雨能夠出現 引起山友不滿 立刻被酸 感謝踢倒爐火 他要回應 趕快下雨就好 其他的是 好像還好 山友氣的質問 搜救費用要不要全額負責 都疫情了還硬要爬山 你們五個人還是上山幫忙提水滅火吧 為了滅火 從十六號到二十一號 出動空勤隊三次投下六噸水 黑音直升機跟航特部 也出動二十架次飛機 但火卻燒不停 五名登山客吹主不慎起火闖下大禍 嘴巴上說祈禱下雨 根本與世無步 記者侯國林智慧嘉義報導 八大行業暫停 你也一個星期了 但屏東縣馬家鄉 有一家卡拉OK店 偷偷開了小門 放顧客進來 多久不開車喔 你放心好了啦 不會玩玩玩玩 那你這個是 哪個呢 有啊 這邊買的喔 對啊 這邊買的 發現屏東馬家鄉 這家卡拉OK店門開著 遠景進去查看 果然發現三名男女 正在飲酒作樂 而且其中這名男子還沒戴口罩 那你的口罩咧 口罩喔 對啊 身上咧 我還沒有戴口罩咧 你沒有戴 剛過來而已 一直宣導說不能營業 沒戴口罩又被抓到 三名客人在卡拉OK店買酒喝 桌上還發現客過的瓜子殼 被遠景認定有營業事實 當場呵斥 因為明明5月15號 屏東縣就升準三級 禁止娛樂場所營業 結果這家店20號還在開 等於違規開了六天 除了沒戴口罩的酒客罰 三千到一萬五之外 違規開店的卡拉OK店 警方也交由衛生局裁罰 業者於15日財經本所配合 勸導防疫政策 仍然開小門營業 屏東警方抓沒戴口罩完真的 直接在路上擺LED招牌 看到機車騎士沒戴口罩 當場攔下來旁邊開單 光抓沒戴口罩截至20號為止 就有80件 屏東縣警方入口強力執法 不讓疫情有機會擴散 記者張聰